到此为止,电视机的模型就创建好了。 接着赋予物体材质。 按键盘上的M键,打开材质编辑器。 首先制作电视机的主要材质。 选择一个空的材质球。 修改慢反射颜色。 为灰色。 修改高光级别为90,光泽度为。 这是一个有点反光的金属材质。 在仕头中将电视的靠背,前面部分, 选取赋予它们材质。 再选择一个空的材质球。 制作电视机屏幕。 修改它的慢反射颜色,也就是表面色。 为黑色。 高光级别为132,光泽度为66。 展开贴头剪展栏。 为反射贴头通道, 添加光线跟踪材质。 回到上一层级, 修改它的参数值为80, 因为不需要太强的反光。 选中屏幕, 赋予它材质。 选择第三个空打材质球。 现在要制作一个 金黄色材质。 将它复以 字体Duking。 将Duking选中。 将高光级别设置得高一些。 环境色为金黄色。 再调整它的高光颜色。 为淡土黄色。 再调整高光级别为138, 光泽度为24。 将它复以字体。 下面制作外框材质。 可以将上面这个材质 复以给它。 现在所有的材质 就制作好了。 在视窗中可以看到 有一些金属的质感。 关闭材质编辑器。 切换至顶视图。 在顶视图中 制作一个地板。 弃除自动网格的勾线。 将地板制作出来 能够使整个效果 更加强烈。 请tal用处理所。